音樂 大家好我是Keel 我是Crowd 現在要叫辣姐 好,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去做這個臉部醫學美容 全臉改善他臉部的一些歲月的痕跡啊 影片的下方 其實我也有看到一些問題 透過文字有時候會給人家帶來一種 模擬兩可沒有很清楚的去表達 造成更多的一些誤導 所以說呢決定今天來拍這支影片 順便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樣去找到亞里斯醫美診所的 時常都會告訴我說他臉部有一些什麼瑕疵啊 比如說像是凹陷 類溝的凹陷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的這個兩側 這個地方叫夫妻宮 那這個地方呢是最快凹陷的 我們人體呢這個地方的膠原蛋白 是流失最快的地方 所以說有很多的一些四五年級的婦女 他們都會發現自己的夫妻宮這個地方 特別的凹陷 主要是說因為我們人體的膠原蛋白呢 在每一個年齡層他的含量都不同 四五年級的來講呢 其實他身體所含的這個膠原蛋白 低於25%以下 身體膠原蛋白急速流失的情況下 我們會發現臉部會有好幾個狀況出現 首先呢是你的皮膚膨潤度不足 再來是臉部的塌陷 以及你的皮膚顯得比較蠟黃 沒有光澤 IG滑著滑著 看到有人去亞里斯診所 分享他今天去做什麼療程 我看到很多東西我都蠻有興趣 我都會想要去研究 然後我就點進去看一下 感覺蠻舒服的 我就訊息 詢問他們說 針對臉部撕打 玻尿酸啊 肉毒啊 這方面的話 他們價格怎麼算 消費者 第一個問題嘛 希望我可以預約 去診所裡面給醫師做評估 這樣子會比較準確 有時候我們臉部啊 你覺得這裡有問題 有可能你要調整的是 整個的整體性 修飾起來會比較完整 而不是說我今天想要下巴尖 那我就只打下巴 那你下二輪廓這裡怎麼辦 因為我們五官不可能只看你一個地方 就像如果說今天這個人做醫美 你不可能把眼睛弄得很大 然後鼻子不協調 你一定是走一個完整性嘛 不然你就預約看看 於是呢 就有第一次帶辣媽去做這個 白雪公主 雞尾酒婦兒療程 當時去呢 其實在影片當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不只是辣媽緊張 我也很緊張 因為踏入像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其實跟以往我常去的什麼菜市場啊 還是什麼路邊攤 對啊對啊 落差實在是很大 所以說第一次去真的是 自己也是覺得壓力很大 哎 被你了嗎 遇到吉爾 然後還有李醫師 他們很親切 然後給我們的感覺呢 就是你會忽然間鬆懈下來 不會有那一種壓迫感 所以說當時第一次其實 在鏡頭底下也是聊了非常多 那一次就先決定 浪辣媽 體驗一次醫美的療程 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有再去聊聊說 欸 怎麼樣去更直接性的改善他所認為的問題 去瞭解大約初 初步的一個價格 可以從哪些地方去著手 這邊要必須跟大家特別講 他們的諮詢啊 是沒有費用的 不管你當下有沒有購買療程 都是不需要費用 有想要瞭解自己皮膚 可以做什麼改善的人 你們就直接大膽的去預約諮詢 由專業醫師去跟你做面對面的諮詢啊 其實是可以讓你直接性的去了解 很多的人就好奇說 欸 辣媽這一次的療程 大概是多少錢 其實大家應該都可以發現 我沒有特別的去 在影片當中 以這個價格啊 去做這個標題 多少錢讓媽媽做這個 整容級的改造 有一些東西 他的價值不見得是來自於他的價格 我不是說要去話術大家 去診所裡面找醫生 而是說我覺得 每個人的臉上你有不同的狀況 你必須要讓醫生看到 每一種療程 還有醫師的專業判斷 他都可以依照你個人的預算 來去給你做建議 你的預算大概到什麼程度 你可以去跟醫師做一個溝通 醫師評估說 欸 我可能需要打三支玻尿酸 那你可能可以詢問 那如果我打一到兩支 嗯 改善的程度大概是幾分 你可以循序漸進 不是說我今天一次去 我就要一次到底這樣子 這邊找ANO 那個人要告訴你說 欸 那個醫師也很厲害 對 然後那邊也很便宜 然後接下來又找西醫師弄這裡 因為我們總是會去看到 網路上很多一些漂亮的女生 或男 或帥的男生 所以你會想要去 欸 這個人的 這個是在哪裡弄的 東拼西湊在不同的地方 弄完之後 協調性就不好 辣媽這次呢 臉部總共花費了金額 差不多是在六位數左右 你別笑 夫妻宮 眼袋下方的這個淚溝的部分 法令紋 有缺牙的部分 所以導致他的咬合不振 木偶紋比別人更深 在嘴角的地方呢 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往內凹陷 口舟的部分 醫師有特別強調 這個是用矯正 並不是哪裡凹就打哪裡 哪裡凹打哪裡 這邊通起來了 那這邊也凹下去 那你這邊要再打進去 那就變這邊整個 跟你原本就不像了 那有的人不知道啊 我才會收錄很多一些 專業內容給大家去看的原因 就是因為 讓大家知道說 很多東西不是 當醫處方就可以解決 他有可能需要復方 才有辦法達到最好的效果 從畫面上來看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那個差異性 起初台灣剛盛行這個 醫學美容的時候啊 常常看到新聞很多恐怖的案例 有一些對這個方面比較不了解的人 都會第一個先說 醫美不好 以而傳而啊 大家開始有一些人會認為說 醫美其實就是對我們人不好 但其實你們去想喔 醫學會去發展到這個地步 是不是因為人類有這個需求 人類有這個需求 所以衍生出醫學去做這個發展 那你認為這樣子是好還是不好 30年前 40年前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手機有一天是可以拿來做觸控 推翻到30、40年後 大家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 曾經我們的先人有想過 未來的手機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對啊 沒有想到 這樣子的一個進化 我們是不是有更多不一樣的一些生活的模式 我們要去適當的接受一些新的東西 評估這個新的東西 適不適合你 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先去否定 鼻子的旁邊這裡 皺眉的地方 都有連接到我們視覺的神經 做之前有先告訴我們 這個位置 它只會使用肉肚 放鬆這邊的肌肉 皺眉的那個紋路啊 可以有一個改善 但是它不會用玻尿酸去做一個填充 填充的話 風險會比較大 怕影響到我們的眼睛 安全性的部分 其實在事前的時候 醫師就已經跟我們做一個非常良好的溝通 現在網路發達 很多人呢 在網路上其實都可以很輕易的 用匿名的方式去做一些留言 相信有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往帥往美 深受其勞 時常臉部呢 做一個進場保養維修 就會被底下的人說 越來越不好看 習慣性的會去用這個批評的方式 來去引起你的注意 成就感 或者是存在感 心理學裡面啊 有一種叫投射心理 把自己不滿 不好的地方 加以投射在別人身上 潛意識裡面 對我自己的五官 各方面 生活狀態 不滿 它會把這件事情呢 投射在 跟它相反的人身上 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表現出來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極度的不安全感 投射在別人身上 他才有辦法 讓自己感覺比較舒服 當我們面對像這樣子的人的時候 該怎麼樣 去說服他嗎 還是去改變他 不對 不是一路人 何必同路去 硬要湊合在一起 一頭狼不可能 扮成一隻豬 窩在豬圈裡吧 你何必要委屈自己呢 你既然是一頭狼 那你就要去接近 獅子 老虎 跟你一樣 強而有力的 而不是 把自己委屈 包裝在一個 同樣相同的 同溫層 這樣子只會讓你自己退步 讓自己變得更好 有很多種方式 不單單是只有E-mail 多看書啊 增加自己的內涵 多多往戶外看 看看世界 跟別人談話的時候 欸我去過哪個國家 我去過哪個縣市 吃過什麼東西 細品這個影片的節奏 它裡面的含義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主要表達的 並不是一個 單單的 只是做E-mail 花了一筆錢 這件事情 而是 帶給 辣媽的一個 意義跟價值 對 愛美不是一種虛榮 它是讓你自己看見 更好的自己 有時候也不需要 別人過多的贊 自己給自己自信 自己給自己滿足 然後我也希望說 欸今天這支影片 能夠讓大家有一個 比較良好的一個觀念 每個人在自己的臉上 做了什麼 身體做了什麼 他都是為自己的人身負責任 沒有要求 你們看的人 去為他負責任何 一丁點的事情 如果沒有辦法 真心的給別人 讚美的時候 那我們就 拉鍊拉上 手指收起來 改變我這樣子啦 讓我比較有自信啦 像吉爾跟李醫師 謝謝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那我也希望說 大家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不管你面對 任何的人事物 都可以保持著 一個良善的 一個相處的狀態 我們就 下個影片見 掰掰 呢 對 呢 下一個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